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三十一 星期三也是十月份最後一個交易瘋 市略為有少少反彈 不過成交金額只是一般 現在這一分鐘是四點多些 指數是24924點 比昨天回升到338點 有一件事先講講的就是下星期六 下星期六是十一月十日 我有一個講座和EDNET舉行的 還有交易所 就是在喜萊登酒店 我的拍是十二點到一點鐘 如果大家有時間有興趣聽一聽的話 就記得入我們民眾證券的Facebook 或者我個人專業的Facebook 都可以去登記的了 費用其實就象徵息收二十元 全數是捐出去的 做慈善用途的 好不好 這個內容就講一下那個健康的人生 還有怎樣做一個財富的後應出來 好了 看回大使 其實根據我有一個想法 市數跌穿了250天線超過4000點 在技術上來說是一個紅市 但是都不知道這次的所謂的紅市 引發什麼呢 是一個中期調整 出現了中美貿易事態 而令到大使跌深了 和以往很多次的紅市是不同的 過往是經濟逆轉 企業盈利倒退 從而令到股市下限 出現一個紅的形態 好了 既然是一個紅市的形態 我就當一個紅一了 好不好 紅一完成了一定有一個紅二的 紅二是一個反彈市來的 而且紅二的步伐 但是跟牛市一期是有些相近的 估無論如何都好 今年的市由33,484 跌到24,540點 已經跌了8944點 是不是最壞的時間已經過了 暫時不夠肯定 最低限度要等到指數 回到10天和20天線上 才可以跟大家說 市開始有一點反彈的形態 到底這個反彈能不能夠延續呢 很視乎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技術上跌了8944點的幅度 如果反彈三分之一 都不過份 第一站就是27,512點 再看看如果反彈跌幅一半 更加可以去到29,012點 那就都不知道了 到底24,540點 是不是整個年度的低位呢 現在這一分鐘暫時不可以肯定的 直至到指數回到10天和20天線上 才去初步肯定這一點 想跟大家說說的就是美股了 由4月2日的低位 到警示指數當日最低23,344點 升到10月3日的歷史高位26,951點 升了3,607點 期間來講主要的動力是來自熱錢的流入 因為當時貿易的問題持續升溫 龐大的資金就避險 所說的避險就去了美元區 包括美債、美股那樣 造就了一個終極的升勢 好了 現在讀證詩指數呢 由10月3日的高位26,951點 跌到24,122點 暫時單月跌了28,29點 我自己覺得呢 資金回套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但是那個焦點是呢 資金是熱錢流入 那熱錢流入 炒了一輪之後 會不會流走呢 只要一部分 比如這樣 在直播來說呢 美股的直播空間不是這麼大 但是相對港股在日年低位 直播空間會比較大 會不會有部分資金流下來 港股作一個部署呢 那如果11月份 G20峰會 中美的領導能夠 為了那個中美貿易事件 有一個提案出來 而且可以淡化 甚至化解相關的爭壓的話呢 那這個就會是一個反彈事的躍人了 經過9個月的反彈 如果一旦確認這一點呢 技術上的反彈 始終的週期不會短的 我估計可以伸延到 在明年2、3月的 那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儘管看看 今天時間差不多 講到這裡